曾格爾和富商妻子隔空開戰 而在昨天凌晨呢 曾格爾他突然在臉書發文開嗆了月啟如 也就是這個鄭公 他強調呢 自己從來都沒有跟富商發生過性關係 也沒有拿到贊助的170萬元 不懂為什麼一直會有黑箱假消息 甚至反過來質疑 是鄭公在操控網軍攻擊 根據《鏡週刊》報導 曾格爾16日在臉書發表 一篇1200多字的聲明 他表示針對這段時間以來的不實資訊造謠 他決定發表聲明正面回應大眾 並公開月啟如私訊威脅他的對話記錄 我要清楚的告訴大家 第一點我沒有跟月啟如的先生 陳昆寶發生關係 第二點我從來都沒有收到 新聞所寫的贊助170萬元 曾格爾不滿月啟如仗著自己 有媒體公關優勢 利用宗教團體兩大企業 來脅迫他 甚至點名兩名女星 賈永傑、玉芳 希望月啟如的朋友不要繼續瞎挺 而對此賈永傑及玉芳 目前暫時沒有做出回應 對於曾格爾的指控 鄭公他也在昨天深夜PO出了6點聲明做回覆 他說他不僅公開了兩個人的對話記錄 還曬出了曾格爾以及他的丈夫的錄音檔 還表明將會對曾格爾以及他的父親曾國良提出告訴 偽造文書 根據《金鐘刊》報導 對於曾格爾的指控 岳啟如16日深夜在臉書PO出6點聲明回擊 表示他並不認識任何的網軍 也從來沒有動員或操控輿論 並且公開曾格爾與丈夫的對話截圖 要前錄音檔 最後強調已經委託律師 並且整理相關的證據 將對曾格爾以及其父親曾國良提出 妨害名譽 偽造文書 偽證等罪的刑事告訴 對岳啟如他說 還要對曾格爾還有曾格爾的父親曾國良 提出妨害名譽 偽造文書 還有偽證等罪的刑事告訴 曾國良今天早上受訪的時候 他就直接回嗆 他說有種就去告吧 我等著呢 曾格爾16日凌晨 突然在臉書發文開嗆岳啟如 強調自己從來沒有與誠信負傷 發生性關係 也沒有拿170萬元的贊助 並反過來質疑岳啟如在操控網軍攻擊 對此岳啟如也在深夜 在臉書上發出了六點聲明反擊 否認動員操控輿論 同時也更開曾格爾與丈夫的對話截圖 要前的錄音檔等證據 他更直接說 要對曾格爾還有他的父親曾國良 提出刑事告訴 對此曾國良今天早上回嗆岳啟如說 有種就去告吧 我等著呢 而岳啟如的律師也回應說 原本岳啟如一時測飲之心 希望法院的事就在法院上解決 但曾格爾卻一直在網路上亂扯洗風向 還作假截圖 因此我們必須反擊來保護自己 預計這周五以前就會地狀 新聞開始的時候提到的 曾格爾與其富商這個布倫事件 因為曾格爾和富商妻子是隔空開戰了 還點名賈永傑一直攻擊他 而對此賈永傑遭早也發文反擊了 表態力挺富商妻子 說我就是挺 我挺得正正當當 光明磊落 賈永傑表示 這是一個痛徹心非的勇氣 這是一堂告訴女人們 要勇敢地面對 才能走下去的一刻 他坦言事情剛發生的時候 他曾經勸好友 也許不要採取法律行動 也許讓時間慢慢地來修復傷痛 也許不要知道太多事實 就不會這麼痛 而事件發展至今 他的想法有了改變 賈永傑強調 相信證據確鑿是事實 也相信人品代表一切 更相信法律會給受害者一個公道 而文莫他也不忘暖心保護 同樣被曾格爾點名的玉芳 請不要打擾玉芳 他婆婆剛過世 請給他一些空間